告诉大家,我之前也跟大家讲了,你们的整个大腿的肌肉不使劲,中断,沉重,不使劲,不提着,不收着,整个力量只要是往下蹲的动作,或者往下垫的动作,所有的力量都放在膝盖上, 我们的膝盖常年地这么去承受这个力量,它是肯定要坏掉的,所以我们在做很多动作的时候,一定要靠我们的肌肉能力去帮助自己,千万不要使劲地去用骨骼去承受这些东西,比如说你在举一些重量,或者提起来一些重量的时候,你是在用你的骨骼使劲吗?不是,你使的劲是什么?都在你的肌肉上面,对不对? 你的能力都体现在你的肌肉上面,所以一定是增强你的大腿肌肉能力,才能缓解你的膝盖受伤,或者是避免你的膝盖受伤,明白了没有? 要跟我学习的同学们,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在我的短视频,主页的视频下方留言,一会儿我一一去撕回给大家,好吗? 我下课以后,按老师的方法跳,我感觉轻多了,是的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你们都很羡慕这个鸡打的这个跳跃,对不对? 都很羡慕这个跳跃,那么首先呢,我们肯定是要,小跳要跳起来 那么跳起来有两种,这是一种小跳 小跳的时候,我们最开始的时候,离地,落地要轻,让自己有控制的落地,而不是碰,这样砸下来,而不是这样,一定是有控制的 轻轻的,轻轻的,保持直立 好,跳完这样一系列的一个,就是训练以后,我们可以让自己有一个好的蹲,一定要蹲住,然后让自己在空中什么,挂一下 怎样挂住,那瞬间在空中是什么,啪,收紧的一个状态,你才能挂住 你要在空中有一个鸡打,那么你是,你还没鸡打的时候,又掉下来了,那肯定是打不了的,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要练习什么?练习自己在空中的一个,挂起来,停在空中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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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动作 练这种能力,然后我们跳完了以后,试着,我经过一个深蹲,我看我能不能挂在,挂在空中 一,二,三,就这么蹦,就这么蹦,在空中挂一下,收紧 然后我们在空中击打的时候,说一下,我们这个动作里面,我加了一个空中的击打 那么这个空中击打的时候呢,双起,两个脚一起起 我们这个手,打的时候,这个膝盖啊,是朝前的啊,它是什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打开你的腿,打开右腿,右腿出去,左脚落地,在这个位置上,对不对? 好,完了以后,右脚停住,膝盖脚背朝前啊,然后用你的左脚去贴一下,打它一下,打一下这儿,然后再落下来,打一下,明白了没有? 其实就是一个,我用手做一下示范啊,我们跳起来以后,打,跳起来了,这是我的脚啊,现在这是左脚,这个是右脚 好,从这儿跳起来,跳起来,啪,啪,用左脚去,靠一下,明白了没有? 去贴它一下,拍打它一下,然后落地,然后再收回右脚,立住,夹住,明白了没有? 这是一个击打,我昨天教的是没有教击打啊,如果要尝试击打的同学们可以这么去尝试啊,然后我们昨天说的,让你们做什么? 双起双落,对不对?不要击打,你先在空中有,有这个停顿才可以,啊,有这个停顿,蹲住,站立,你要先把这个动作做好了才行,那么我们要做击打的同学呢? 这个是双起双落,什么叫双起双落?两个脚同时离开地面,同时收回来,这个叫双起双落啊,那么我们这个击打的时候呢,就是双起单落了,为什么? 因为左脚会先落,左脚落,右脚停,然后右脚再收回,夹住,啊,这是两个动作了,这是两个动作了,啊,嗯,没让你们做那个,只是有的人给我留言说,老师,你能不能教一下,我还是稍微有一些基础的,我说了,所有动作都是循序渐进,啊,循序渐进, 你现在目前能做到的这样的,啊,但是我也要告诉你,怎么样循序渐进去做, 因为你控制不了,有的人为什么会摔? 你整个身体,千万不要去移啊,上半身是保持一个什么,跳起来,上半身是一个什么,直的一个状态啊,直立的一个状态,只是你的右脚伸出去25度,对不对? 那你的身体在这个位置,你肯定要摔的呀,你整个人都已经倾斜了,明白了没有?它是一个直的一个状态,直立,看到直立了吗? 即使我不击打,也是直立,直立,开绷直立,啊,明白了没有? 循序渐进,你连爬,就是像婴儿,连,刚开始头都还没抬起来,你就想,你就想站着走路了吗?啊,你,你连爬都还不会,你就想跑了吗?啊,所以我是告诉你如何一步一步的练习过来,明白了没有? 你只要,你要心中有这个概念,你要知道,你要知道,哎呀,我应该怎么练啊,很多人就不知道该怎么练,觉得一看就能,我也不可能,我现在告诉你怎么样去练,那么你就,你就按照这样步骤去练,先练力,练完力以后练跳,蹲,力,蹲力,连蹲力都要从四个步骤,两个步骤到一个步骤,一点一点的去抠戏了, 去练习好你的肌肉的感知,然后再去练你的小跳,明白了没有?练完小跳,你的脚背,哎,脚踝有力量,脚背有力量,能够推地起来,很轻盈的落地了以后,你再去跳,小跳的时候再去,在空中有一个停顿收紧,停顿收紧,然后再轻轻落,哎,练完这个以后,你就开始可以练鸡打了,明白没有? 我们的整个芭蕾的整个状态是什么?我是骄傲的公主,很高傲,那么要用什么?用鼻尖去看人,用鼻尖去找人,去找方向,这么一个感觉,啊,整个人是一个挺拔的一个状态,挺拔的一个状态,当然了,你任何时候,当你站要站着直地的时候,你的双腿内侧肌肉,膝盖收紧,大腿内侧肌收紧,啊,腰腹直立,缩短你的肌肉, 腹肌,尾椎往下找,才是一个直立的一个状态,啊,尾椎和背都是一条平直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呢,在你的这个地方,你的,不够拔,对不对?那我们要找一下我们自己的锁骨,哎,有一个锁骨,锁骨,哎,一定要锁骨有感知,啊,一定要锁骨有感知, 我们的锁骨去找,锁骨去找,才能拔起来,一定要用锁骨去找,啊,那么我们的手撑开的时候,也是锁骨连接你的肩,你的手臂这样一个破开的一个状态,一定要感知到你的锁骨的这一块,啊,好,我们在第一个动作,啊,开始的时候,呃,昨天教完动作了,大家看一下,这脚背出要如何才出得漂亮,啊,第一个动作我们需要, 啊,主力腿,右腿,稍稍有点蹲,啊,然后膝盖呢,你看,是外开的出去,啊,不是这么伸出去,不是直直的,不是直直的这么伸出去,是外开的伸出去,用这个地方去找,啊,用这个地方去找,去内,内侧去找,啊,外开的,走,走,主力腿去吸,伸你的动力腿,左腿,然后同时打开,移重心,推重心,推到你的, 左腿上,啊,第二步,一样的,第二步,啊,我们到这个右腿呢,一样的外开着拉回来,外开着拉回来,往前伸,啊,外开着脚尖,蹭着地板,外开的拉回来,往前伸,落地,像什么,脚像粘在地板上一样,千万不能悬空,啊,不能悬空,哎,好,拉回来,拉回来以后,好,第三个动作,我们今天还是, 做双起双落,啊,先不做击打,好,上,左脚的同时,合手,你看,合左手,完了以后,哎,再跳起来的同时,你看,跳,跳在这个位置上跳,看我的身体的体态,我现在没有,因为我跳起来没有办法静止,所以我告诉你,跳跃起来,你的身形应该是如何的, 右手斜上,左手旁,好,然后你的下股哥仰起来,往你的二脸上方看上去,在这个位置上,啊,然后膝盖脚背外开,转开,膝盖脚背往外转开,啊,跳起来在这个位置上,然后,你的右脚跳完了以后,右脚往前落地,形成一个舞位,一样的,经过一个蹲,蹲是这样蹲,还是这样蹲,开跨蹲,对不对, 哎,然后再,立直,明白了没有,好,那么我们在跳起来的时候,来看一次,啊,记住我们的体态在这个位置上,啊,如果你体态在这个位置上,你是肯定要倒的,哎,挺拔,啊,挺拔,一定要找到什么呢,哎,找到这个,往上拎的感觉,往上拎的感觉,呃,右腿,如果你起不来太,不用起太高,25度足矣,如果你起不来,你就20度,15度, 都可以,啊,只要,离开地面,伸出去,绷脚,脚趾尖,啊,鼻尖,手指尖,脚趾尖,啊,一定要找这,这,这,这几个感觉,啊,来准备,啊,第一个动作,五六,七,八,屈膝伸腿,一,走,跌着地板,二,落地,上脚收手,准备跳,走, 三,落,四,明白了吗,啊,然后,我只数了一搭大的一,二搭大的二,啊,我就,我就,节约嗓子,我就不那么喊了,好,准备再来一次,连贯起来,五,六,看一点,走,看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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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脚收手,跳,看,右手的方向, 落地低头,夹紧抬头,明白了没有,来,我们再来做一次,啊,一搭搭,二搭搭,二,第一个动作,刚刚还有人在说,那一定是今天来的,同学,你得伸腿出去,啊,伸腿出去,主力腿屈膝,一,二,二,伸腿出去,顺,伸腿的瞬间,你的膝盖脚背就是直的,脚趾尖,对不对,推地, 再出,大,跳,落,啊,好,来,我们再来一次就往后说了,啊,好,七,大,大,八,大,大,先低头看一点,走,推出去重心,一,欢迎,欢迎您的到来,这样的感觉,啊,二搭搭,起跳, 好,三,大,大,四,搭,搭,好,五搭搭的时候,往这个位置走,啊,往你的鞋后位置走,现在是右脚在前,对不对,听清楚啊,是右脚,不要针,哎,老师,你这是哪个脚,哪个脚,我告诉你,前面就是右脚,啊,镜面的,哎,好,完了以后,打开手, 右脚,右脚,蹲,立,一步,五,六,每一次蹲,一重心,完了以后,前面这条腿都是什么,直的,绷直,然后七,八的时候,把你的右腿,滑到后边去,啊, 那,经过一个蹲,低头,蹲的时候低头,夹,打起来,八,啊,有没有没有,五,六,七,八,啊,一搭搭,二搭搭,三搭搭,四搭搭,啊,跳完了,打,四,搭搭,打开,五,搭搭,六,搭搭,低头,收脚往后,右脚往后,七,搭搭,八, 哎,八的时候,哎,尽量去看我们的八点斜上方,啊,量起来看八点斜上方,因为一会儿,一搭搭,你又得往二点方向看,所以先,回来的时候, 仰头的时候,先往八点看,啊,好,这是前面,啊,我们再来一次就往后说啦,一搭搭,二搭搭,准备,七,搭搭,八,搭搭,一,搭搭,二, 搭搭,三,搭搭,四,搭搭,五,搭搭,六,搭搭,七,搭搭,八,好,这是我们前面的前奏啊,开头的部分,哎,完了以后,好,我们在这儿,准备动作,哎,准备了前奏部分,我们停在这儿,看八点上方,对不对? 好,后面我们有一个三拍五步,三拍五步的时候,七搭搭,八搭搭,经过一个蹲,八搭搭,最后一个搭,啊,八搭搭,立,一,二,七搭搭,八搭搭,走,一,哎,这个时候要干嘛? 左脚立起来的同时,右脚,我们一样的是开胯,啊,保持好,因为这是五位嘛,都是在建立在这个开胯,开膝,开脚,开脚尖的这个,啊,状态下去做的,蹲,经过一个蹲,右脚擦地,啪,哎,出去,啊,然后同时左脚立起来,脚尖,重心依然在左边,千万别跟着出去了,啊,跟出去了,你就会挡的, 在你的主力腿上,在你的左腿上,左腿立,右腿出,二十五度就可以了,啊,一,哎,一定要经过什么,立起来要有这个状态,你的脚尖,手指尖,脚指尖和鼻尖,是不是啊,我又要强调了,啊,哎,一定要推地的这个,啪,一,大,大,是不是开胯的,大,二,搭,搭,搭, 一,身体留在哪,搭,搭,搭,二,搭,搭,搭,好,啊,第一个动作跟第二个,跟后面那串不一样,这个,这个是扬着出去,扬着出去,第一个动作,啊,手不是这么撩上去,明白了没有,手是这么撩上去的,啊,大臂肘,然后小臂往外延伸带上去的,啊,是这么带上去,不是从这儿撩上去的,我昨天看有人做错了, 是这么撩上去,一,扬起来在哪儿啊,大臂走,然后肘,小臂,手指,按上去,往二点方向走,好吗,往二点方向走,啊,七,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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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搭,搭,看着右手啊,回,抱回来,接着眼随手动嘛, 右手下来,右手下来,你的头是不是也得下来啊,一,搭搭在上,走,二,搭,搭,搭,好,再来一次,仰起来,一,搭,搭,挑起来你的左旁,对不对,右旁,啊,右肋,啊,右肋这一侧都是拉长的,啊,走,二,搭,搭,搭, 身体,啊,身体,啊,身体,搞清楚了没有,啊,往后退一点,开一下脚啊,来,七,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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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点像华尔兹是不是 好 三哒哒的时候 上步并脚 然后手就在你的旁侧 不要上去 上步并脚 那么在并脚 你需要你的脚踝的力量 需要干嘛 稳稳的 练习脚踝的力量 因为很多人说 老师我转过来 转过来因为什么 第一 因为你不留头甩头 第二 因为你的身体是一个 歪斜的一个状态 不直 第三 是因为你的脚 你看重点来了 你的脚 刚要力气了 啪 一下又掉下去了 那你还拧得过来吗 那你就禁止在这 你就停在这了 明白了没有 一定是什么 你在上步并脚的同时 啪 这个地方夹住 这个地方夹住 整个人都夹得直直的 在这个地方 一定要夹住 好 哒哒 二哒哒 上步往三点方向走 二往三点方向 这个时候往三点 好 眼睛看 三点走 三 大 落脚 落右脚 然后出你的 把捧直腿擦地出去 你的左脚 四 搭 搭 然后四搭的时候 左脚是推出去 对不对 直的 膝盖脚背都是直的 延伸长线条 然后你的右腿呢 它是需要去膝的 对不对 拉出去以后是手 大臂 手小臂 手指 手腕 对吧 在这个位置上 好 这些细节 那么看什么 看右手 转圈的时候 看一下三点 看三点 回来 回到一点 好 落右脚 出左脚擦地 双手抱着 然后打开 好 来 我们来一次 第一把开 七 搭 搭 八 搭 搭 一 搭 搭 搭脚 二 搭 搭 三 搭 搭 四 搭 搭 这块拉长 拉长了没有 这里要拉长啊 明白了吗 镜面 今天是镜面 我们周二讲的是背面 然后周三讲的是镜面 就方便什么呢 大家一定要学会镜面的一个学习 镜面学习更好的帮助大家 能够看到老师的眼神 头 手的位置 路线 背面呢 为什么背面也得交呢 因为 鉴于很多同学习惯 一刚熟悉动作的时候 背面会比较 就像跟在我身后一样会比较容易学 所以我们周二讲背面 周三讲镜面 就是满足你们的各种要求 满足你们的各种要求 最后一个动作怎么站稳 有个人说 最后一个站稳的动作在哪里 你的主力在哪里 你的力量放在哪里 右腿啊 左腿不能给劲啊 你的身体一往前趴地 要全压到这个脚尖上 你的脚尖都 这个脚趾尖都很容易受伤的 也就是说你看 即使我不点地 我都可以做这个动作 明白了没有 脚趾是 左脚趾是轻轻点地 你的主力在哪里 在这儿啊 在右腿的大腿上 蹲住 怎么站稳 就这么站稳的啊 好完了以后 我们说一下后面啊 可以了吗 可以的给我一个一 来给我点一波赞 两壶水 我已经喝完一壶水了 我今天嗓子特别疼 疼 上壶 耳朵疼 耳朵疼 嗯 一定要注意外开啊 任何时候开稳直立啊 任何时候都要注意这个开 都要注意这个开 嗯 你拉长的时候我跟你说吧 你要是对着 你的腿要是正三点的话 那你的人就歪了 明白了没有 所以 出去你 你给的是什么 二点 明白了没有 啊 不能唇给到三点 你看这是个鞋的啊 但是如果你给到三点去的话 你就整个屁股就会给观众了 明白没有 你往二点方向擦出去就行了 啊 这个内侧一样的是夹紧的啊 不是 啊 然后芭蕾的这个气息吧 跟我们古典舞的气息是不一样的啊 没有 哎 他整个大部分是拔起来的 所以他吐气都会是呃很小的短吐 就是嗯 叫什么 快吐快吐啊 就是他不会表现在 他没有这种东西 没有这种东西 呼吸方式是不一样的啊 你保持你的正常的呼吸就行了 没有哪个芭蕾课给你特别讲呼吸 讲古典舞身孕的啊 之后这个东西只有我们古典舞里面会比较去讲究 因为他有很多 这样的一些顿气或者慢快 哎 哎 就古典舞里面才有芭蕾很少很少 嗯 所以正常的呼吸就行了 保持你的体力吧 啊 不要憋着 好吗 二丁颗粒 好的 谢谢 谢谢春平原 好的 谢谢 我们家好像有那个什么双方连之类的 嗯 好的 谢谢 好 我接着往后讲啊 接着往后讲 好 完了以后呢 哎 在这个位置上拉长 好 完了以后我们立脚尖碎步 当当当当 哎 你的头会有一些什么 昨天晚上没讲头的啊 哎 立起来 你看一下啊 小碎步先看脚 碎步先看脚 并住 那么收回来的时候不是这么踩回来啊 记住了 是什么 夹夹夹立 明白了没有 是夹回来的 你看 比如在这 是夹回来的 大 立 哎 大腿内侧去夹往里夹啊 然后主力腿右腿立 这么这么一个感觉立起来的 千万别 那么随意的去踩踩 这边都是松的啊 不是啊 只是我们脚下 前脚掌上面 立 当当当当当 立起来 你看 一 二 一 二 哎 在这个位置上立起来 小碎步啊 推 你的脚后跟要推到最高点立起来 好 完了以后看一下手啊 好 完了以后 当当当 叮 哎 像是往 哎 往一位的准备位这里抱啊 那你的头会从右看向左 明白了没有 为什么 因为一会儿 啪 又往右右方看了 所以你的头不能一直留在 留在这 啊 一定要回 再看回来啊 但要回不要回的太过了 有的人说 哦 老师说要回来 那我就回来吧 太多了 我要的是你的一个意识 啊 就是说 来看一下我的眼睛头啊 要的是你的一个意识 不看脚啊 现在不是看脚 别说看不到脚 不要你看我头 看我的上半身 好 当当当地 刚要看到这儿走 当 哎呦 拉出去 动作不要做得太外放了 明白没有 优雅的 含蓄的啊 看清楚我的头了没 看清楚我的头眼了没 我退一笔的近一点给大家看一下 嗯 在这听课的两千多人 都是想要提升自己的这个 学习力的 对不对 啊 看清楚了 千万别来来 来那种 啊 有的人说 啊 老师 啊 老师说 看过来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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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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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讲太好了,别忘了给我点赞 那么我们紧接着往这后面说 好,能看到脚吧 在这拉长了,拉长了以后 左侧外侧这一块脖子的线条 一定要把它拉出来 中心不要往前面放 中心在右腿上,立稳,立住 好,立起来,夹回来 这腿要夹回来,走 一,五,搭 搭,刚好在这儿 完了以后,给右腿蹲 先落脚跟,先落右腿的脚后跟 现在不是立起来的吗? 起腿落脚跟,然后蹲 搭 好,然后,左腿呢 你如果伸不了那么高,没关系 你就在这儿,哎,就可以了 但是一定是后胯打开 一定是给的是后腿 啊,而不是旁腿 是后腿啊 后腿跟转 旋转下来以后 旋转下来以后 它的膝盖脚被延长 啊,冲你的一点方向 但是它又有一点什么? 往斜下,往这个位置走 你看,往这个位置走 你的膝盖脚被往这个位置走 明白了没有? 你是后胯啊 你抬不了那么高,你就在这儿 啊,拎起来,控制住,要有个蹲 蹲,要有个蹲 控制住这一下 然后完了以后 右手高,看啊 大,拎上去 好,完了以后 移重心 推过来,按 然后移重心,昨天晚上讲了 怎么移重心啊? 好,这个时候是后胯对不对 打开,向一点的胯转过来 你看,得什么? 得转,经过就是慢动作啊 推重心 然后夹,夹哪里? 内侧 夹住 好,完了以后 伸出 站不稳的 站不稳的同学 先,你看 回到一点,推重心 先放到前面 如果开手的时候 再把腿擦出去 明白了没有 再把右腿往鞋前八点方向擦出去 它就是长的 它也能站稳 如果站得稳的同学 我一般直接就伸出去了 好,你看,在这儿 在这儿,完了以后 我是直接伸出去 你们站不稳的同学 看清楚啦 首先要让自己站稳 打打打打 蹲,拉长 腿和手拉长 一重心,膝盖直的 先收回来 然后双手收回来 双手从胸前交叉 看到了吗 低头 这个时候是低头 打开手擦地出去 仰头 看你的左手上方 擦地出去 明白没有 在这个位置上 一个手在 右手对三点 旁边放旁边 然后左手呢 在你的左上方 摇起来直到 清楚没 移重心的时候 它没有那么多的 蹲力什么 你们要习惯的是什么 你的肌肉能力要 你的肌肉要习惯什么 大腿内侧夹回来 你的双头 双腿收回来的时候 一定要想的是哪里发力 是这个地方发力 大腿内侧 夹住 大腿内侧去夹 你才会有那种 才会有那种夹紧的这种感觉 否则你一直是用 其他的什么 起来的 一定是大腿内侧在夹 清楚了啊 好我们来连一遍 我们来连一遍 默默地夹了一下 就是得夹一下 因为我们大腿内侧肌肉吧 它很少有运动可以练得到 然后女孩子吧 这一块又比较容易长肉 所以练芭蕾 芭蕾塑形是特别好的 是特别好的 练习你的肌肉能力也是特别好的 你看比如说 我们的这个 大 擦地夹回来 是哪里夹 是这个地方夹 大 不是外侧去夹 明白吗 是内侧 你的意识一定要放到内侧 夹 而不是把意识放到肌肉外侧 放到肌肉的内侧 啪 大 肌肉内侧夹 啪 像棍子一样的腿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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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没 都是所有每次夹回来 都是内侧在夹 一定要开啊 开口直立 好 完了以后我们还是从这儿开始接啊 就是 四搭搭 好 起来 立起来 收紧了 五搭搭 六搭搭 七搭搭 擦地 八 明白了没有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手是 因为它是双手 看我的手啊 从这儿拎起来 走 打臂 拎起来 拎到最高点 这个时候 夏伯格还收着呢 完了以后打开了那一下 啪 抬头 然后这个时候掌心跳 是什么 相对的啊 相对的 抬头 在这个位置上 仰起来 看你左手的上方 看你左手的上方 细节都明白没 一起做完啊 从那跳完了以后退回来 七 搭搭 八 搭搭 一 搭搭 二 搭搭 三 搭搭 四 搭搭 搭 五 搭 六 搭 七 搭 八 好 明白了吗 好 这个擦地出去的时候 这个胯不能掉啊 看 哎 擦地出去的这个胯不能掉 一定要拔起来 越是擦地出去 那有个人擦地出去 你看 这个胯是保持不动的 只有腿在动啊 如果这里蒙出来的 蒙出的话 你根本看不到我下面在擦地 明白了没有 我下半身我的脚在擦地 看不出来的 啊 所以说你们在擦地出去这一下 千万别掉 千万别掉下去啊 但 就是这么擦出去 你看上半身都没有动的 而这个动作也是一样的 但 只是擦出去 你的重心依然在左腿上啊 右腿擦出去 千万别哎 擦出去 跟着你的右腿一起出去了 不可以的 啊 重心依然保持在你的左腿上 就像我们踢腿 快 哎 我就是踢起来以后 我的重心还是在哪里 还在我的左腿上啊 还是在我的左腿上 对不对 啊 是这个意思 好 完了以后呢 我们接着后面说啊 后面你们学了前面 后面就很好 就很好去说了啊 就很容易就明白了啊 那 那 八打打 好 我们六位的 脚是一样的啊 手是六位 一 搭 搭 红脚 二 搭 搭 跟前面那个步子是一样的 对不对 我只是让你们看手啊 六位的时候呢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稍稍往后面 就是稍稍往你的斜旁 啊 去一点点 后旁 斜后 啊 稍稍啊 你别 你别坐到这儿来了 啊 只是稍稍的会往 这样一个方向 哎 哇 就是稍稍的会往后 走一丁点 斜后 啊 好 然后我们在这儿啊 七哒哒 八哒哒 啊 七哒哒 八 哒 哒 打开手 一 是不是往斜后走一丁点啊 千万别拧到这儿来了啊 都看不到你线条了 在这个位置 稍稍往你的 后面一丁点二 好 打 一 当 当 好 昨天说了 你看 我的 如果我的腰内不挑 不 不往旁下的话 其实我的手就是什么 一个六位手 对不对 那么你们看到我的这个位置 好像 哎 老师的右手怎么那么高 怎么是高了的 不是 是因为我的身体 哎 身体给了 像旁了 对不对 才会影响你的首位的一个 呃 视觉上的一个位置的一个变化 其实我摆正的话 它就是一个六位手吧 啊 就是一个六位手 好 七哒哒 八哒哒 好 跟着左手走啊 哒 左手 哒哒 哒 看着你的左臂斜下 你刚刚移动过来的那个位置 看着那边 啊 好 然后再走 斜后 二 抱回来 哒 哒 三步 啊 每一次都是 脚一 哒 哒 哒 一 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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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前面的动作脚下是一样的 明白了没有 哪个手抱回来就往哪个手臂的斜下看 啊 啊 这个这个能清楚吗 清楚啊 好 七哒哒 八 哒 哒 一 哒 哒 抱圆 像抱了一个大树 一棵大树一样 哒 二 哒 哒 好 完了以后啊 我们稍稍往你的斜前方向上一步 转圈 并脚跟刚才一样的 三哒哒 转过来 然后落右脚往前 提裙子 啊 四 哒哒 把你的裙边 哎 提起来看一下我的脚 外开的一个状态啊 开胯 外开 看我的脚是这么上步的吗 站不稳 对不对 那是什么样的 打开外开 站开了三点的只脚啊 三角形的一个只脚 把四哒哒拎起来 手臂要干嘛 圆 头慢慢 你转完了以后 转完了以后 拎裙摆 头 从你的眼睛从你的斜下 你的这个前斜下 拎起来的时候 哒 哎 拎裙摆 哒 一下眼睛看出来啊 看出来啊 公主终于是要见人的啊 看出来 多多美好 哎 眼前的事物一片美好 那种感觉 打 好 拎起来以后 上左脚 双手 五眼 啊 但是这里有寒吗 没有啊 只是一个低头 低头 后背是直的 啊 低头 然后你的手呢 手背带回来 像蒙住双眼的感觉 啊 但是这中间有什么 有空间感啊 这中间 有空间感啊 大概要至少要有一掌的距离 好不好 啊 不要太近了啊 啊 蒙住 后背是直的 然后 打开 啊 五哒哒的时候上左脚啊 四哒哒落右脚 五哒哒 五哒哒 六哒哒 往上 啊 往上 拎手腕 六哒哒 七哒哒 六哒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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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落在这儿啊 七哒哒落下来 七哒哒的时候 落下来的时候 从这儿落下来的时候 眼睛要跟着右手顺下来 七哒哒 八 二 好 清楚吗 好 给大家顺一点 二 好 在这儿 二 好 凌出来了 八 大 大 准备 一 一一定是迈出去这一下啊 七哒哒 八哒 哒 走 一 哒哒 二 哒哒 三 哒哒 四 哒哒 哒 哒哒 哒 六 哒哒 七 哒哒 哒 八 哎 记住那个三拍五步啊 中拍一定要落在下面 七哒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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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 七哒哒 八哒 哒 一 一一定是踩下去 哒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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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每一个一哒哒 二哒哒 一 二 三 四 这样的中拍都是落在那一下啊 第一步 明白没有 好 现在我们所节拍来一次啊 我们今天还是做这个双起双落啊 双起双落 蹲啊 我们就先不做那个 先不做这个鸡打啊 啊 自己先练着 先练着 练还是要练的啊 你今天做不到没关系 你先做那个双腿 双起双落啊 来准备 我们来手节拍来做一次 完了以后我带你们做啊 和音乐吧 好准备 七 哒 哒 grili 哒 走 走 一 哒 哒 走 一 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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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哀 三,大,大,四,大,大,五,大,大,六,大,大,七,大,大,八,大,大,走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提圈子 四,大,大,五,大,大,六,大,大,七,大,大,八 好,这是慢速的,二,给大家数着节拍 我们还是,我们0.8倍速的给大家带一次 我来数节拍,镜面的啊 准备 慢速的,你kl. Jasmine adapter,二,大,大, ihren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大,五,大,大,六,大,大,い,大,大,六,大,大,七,大,大,六,大,大,一,大,他,只 mean 这一头沙的带我刷二打打 三四刷三打 千四打 少年我和小七打 十七打 我跟床 一三打 二打打 三打 四打打 骨砂 打开打 十七打打 好刚刚这个是零点八倍速的 好准备啊 元素的 元素 准备 骨砂 骨砂 虚木 打打 好 一打打 二打打 三打打 四打打 六打打 七打打 八打打 枕头下的大花树 四字收藏在前书 少年我和小七打 什么感触 你是司令的小鹿 会不会遇到你 故事了开 虚木 好 跟上了吗 元素的还是稍微有一些快的 好 我是 拍展 第一印象